母亲节即将来到秀林乡公所表扬模范母亲与婆媳 感谢家庭中女人的牺牲奉献 让全家人更有凝聚力 5号在回安湾景观餐厅办理表扬模范母亲 即模范婆媳的庆祝活动 而秀林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各区乡民代表村长都一同到场参与盛会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家庭是一个掌握人生的起点 母亲是让家庭稳定的成长转动力量 相争者坚毅以及和谐的温馨情谊 今年度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措施 表扬活动特别邀请这次苏龙母亲 婆媳们以及家眷 让表人本乡伟大女性 宣扬感恩孝庆的家庭价值不变 期待这场充满温馨的表扬活动 能对现代家庭部落以及族群社会 发挥正面的良善以及基地影响 感谢各位一同参加 是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一个起点 我们母亲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计划下面代表会主席录音也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我真的觉得母亲非常重要 我的孩子很努力 她不会说妈我的袜子在哪里 我的衣服在哪里 但是呢在座的妈妈们都很辛苦 每天为了小孩子 我真的觉得母亲真的很重要 在这里我要感谢全天下所有的妈妈 包含我自己的妈妈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这次活动由巷长主持授奖公开表扬九个村 部落族人共同选出一致公认的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 预计将由本乡27位伟大的女性 在本次活动当中接受表扬 期盼借由本次同时感恩母亲对家庭的洗脑 以及表扬模范婆媳的活动 能够彰显孝心的核心价值 进而促进家庭和睦相处的效益 记得将你喜欢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